说,春天一个大幻想,夏天一个大幻想,秋天一个大成熟,冬天一个大沉思。 这棵大树就是爸爸和妈妈。 你们觉得这棵大树像不像我们生活当中的爸爸和妈妈呢? 这个同学说了,爸爸妈妈给了我们那么多,那现在我们应该送给爸爸妈妈什么呢? 快抱着你们,爸爸妈妈,亲信你们的爸爸妈妈吧。 在这个绘本故事当中,好几次都提到大树很快乐,但有的时候不是真的。 哪个小朋友能够说出来,大树什么情况下很快乐,什么情况下快乐不是真的。 就是那个小男孩老是管大树要东西,管我长大了可不这么管自己的爸爸妈妈要东西。 好,说得好不好啊。 爸爸妈妈爱我们,我们更要爱爸爸妈妈。 同学一块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们,一、二。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同学们,刚才我们听了台上的爸爸妈妈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共同完成的这样一个童话故事。 你们觉得精彩吗? 精彩! 有意思吗? 有意思! 你们会感兴趣,会去翻这些童话书吗? 不会! 非常好,那我们来,我们大家用掌声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故事。 好,请我们的家长回到座位上。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明师大课堂节目。 那我们的节目的口号是方法决定成效。 刚才乔老师给我们编制了一个非常美妙的童话,而且充满了爱心。 那我们的节目会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环节,随堂测试。 今天让乔老师说了,要考考大家的动脑和动手的能力。 待会儿呢,我们会让我们台上的这八位同学啊,一起来动手画一个绘图文本。 那究竟他们画出来的会是怎样精彩的一个故事呢?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明师大课堂不仅能够让孩子们通过屏幕掌握更多的学习方法, 同时也能让家长解决许许许多多指导孩子学习当中的困惑。 所以说,明师大课堂既是孩子们的朋友,更是家长朋友的。 好,乔老师,接下来是随堂测试。 那今天,您要让我们的八位同学完成怎样的一个童话故事呢? 刚才我们同学们读了绘本故事, 我下面就想请同学们试着创编绘本故事。 好的,同学们,有没有信心? 有! 夏天已经到了,很多同学都准备去看看大海。 我不知道哪些同学已经见过真的大海了,请你举手。 哦,这么多同学都见过真的大海了。 台上还有一个小朋友,你见过真的大海吗? 我没有见过真正的大海。 哦,你在哪儿见过大海呢? 我在电视上见过大海。 还在哪儿见过大海呀? 我还在书里见过大海。 哦,还在别的地方见到过大海吗? 在哪儿? 还在照片上见过大海。 好,你请三个同学,听着啊,分别的帮他画出电视中的大海,照片中的大海,还有书当中的大海。 好吧,你现在请三个同学。 嗯。 好,现场呢,同学们,你们的画画好了吗? 画好了。 好,那,来,乔老师,我们挑几幅比较特色的,让他们上台大声的朗读给我们听,好吗? 好,刚才这四个同学,有人画第一幅,有人画第二幅,有人画第三幅。 诶,这是我们没见过海的那个同学自己画的。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这是问号。 哦,那这个呢? 这个是探号。 好,请你到前面来,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 从前有个小女孩,她从电视上见过大海,她从书里见过大海,她还从照片上见过大海,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大海呢? 哦,我马上就要见到大海了,这个小女孩就是我。 好,非常非常好,请回。 来,请坐。 这个绘本故事编的就非常好,很简单的就表达了一个没有看过海的孩子,想看海的愿望。 那么刚才还有一个同学,哎,请你来,也画了一个绘本,和大海很有关系。 讲给大家听,好吗? 从第一张图开始。 有一天,小黑兔在沙滩上看海,她在海上游,游到了月亮上,她住到了月亮王国里。 哎呀,我们乔老师经常看到月亮的一狗小白兔,原来小黑兔也可以上去,它是这么上去的,是吗? 哎,真有想象力。 好,现在呢,这里有一个小同学,她的作品,我们大家来看看啊,还有文字,我请下面的一个同学来读一读,哪个同学愿意读? 好,这个小姑娘,来。 老师拿着你来读啊。 淘气的小猩猩,从前天上有一颗小猩猩,它很爱大海,它从天上逃了下来,它掉了,到了海里,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的过去了,它慢慢的变成了海星。 好不好啊? 好。 哎呀,很有想象力,一颗淘气的小猩猩,嗯,念出作者的名字。 李玉碳。 好,让我们为这个聪明的孩子鼓掌。 刚才我们很多同学都在这张作业单上画出了你心中的故事。 我希望同学们回去以后,在这个故事的画面的空白处写上简单。